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仍然是很大的 那今天的类股方面 AI概念股仍然是预赠乏力 半导体AI通通表现不好 那就轮到二军了 二军就是什么这些上市的这些什么居家 食品这些类股航运股稍微出来成场面 那上跪的也是一样 上跪的也是航运类股这些表现的比较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融资预额 昨天的融资预额减少了10亿 所以现在目前的融资预额 融资预额来到了2232亿 所以稍微减少了10亿了 终于有了一天减少了 投资人因为可能受到大幅的震荡 这个惊吓 所以融资预额昨天减少了10亿 那这个对大盘来讲是稍微好一点 是比较健康的 融资预额不要增加的太快速 要不然的话 这个融资预额持续增加 对未来来讲 就是潜藏着一个不定时的炸弹 好 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波上涨以来 都是来到了17400点左右 就开始碰到这个压力 所以我们就说17500点左右 这个地方 大概这个地方不容易一下子过 所以有来来回回 所以目前看法仍然是这样 17500点到16600点 这个区间震荡 这个是最大的可能性 在这边震荡 那震荡就是要震荡换手 然后震荡看看会不会有 这个新的主流出现 那持续把上档的符合消化掉 未来才比较有可能上攻 好 那再来我们越来越接近了 8月中旬 8月14号 所有的上市柜公司 都要公布第二季的财报 那第二季的财报 因为不管怎么样 你炒作炒作到 股票股价炒作到一个程度 最终终于要面对现实 所以我们说股价炒作的三部群 题材是最开始炒作的 在公布营收的时候 营收不好就陷入盘整 再来再公布盈余 盈余如果不好或甚至亏损的时候 这个时候衰退 就会让股价下跌 所以这是炒作的三部群 那通常一般来讲都是没办法逃离这个法则 那最明显的就是创意 创意他因为下修今年的盈余目标 那营收增加只有个位数 赢云获利可能衰退 大家一听到这个消息 昨天一开盘跌停板 今天开盘没多久也是跌停板 所以创意对大盘的影响 对整个AI概念股的影响 影响非常大 所以创意这样子 这样子的表现 大家会觉得说 是不是所有的AI概念股 都跟创意差不多 讲得非常好 实际上公布出来的 根本不会像原来预估的什么样 营收没办法增加 盈余没办法增加 那就会造成股价下跌非常大的压力 那有一些投资人就会说 那创意这个股价 他在高档区这么久 有没有办法避免 避免说突然两根跌停板 我们在之前就 在跌停板之前就可以避开 假设我们有股票的时候 就应该在跌停板之前 把股票出掉 有的我们等一下来讲 我们来分析说 如何避免高档杀戮 这个变成杀戮战场牺牲者 好 那这个创意就是影响最大的 就是这个三部曲当中 他就是具体的 非常活生生的一个例子 好 那我们之前有 前几天有讲 这个乖利率是一个很 很简单的判断准则 季限的乖利率 就是这一季 这一季的投资人 他买这支股票 平均获利多少 或平均亏损多少 那如果说这个乖利率 也就是报酬率 乖利率越大的话 表示说过去三个月 投资人买这支股票 他们的报酬越高 譬如说这个 伪创 譬如说伪创 他的乖利率是81% 表示说过去三个月 投资人买伪创 平均都赚了81% 那这个 这个报酬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 这些高 乖利率 乖利率大的这个股票 一有风吹草动 就有筹码就很容易松动 譬如说昨天 创意一开盘跌停盘 整个AI的大军 尤其是他们这些 乖利率大的这些股票 筹码就很容易一下子受到 松动会受到影响 所以大家先杀先赢 先杀的股票 然后就弱带为安 免得到时候要杀 杀不出去 就会有这种情形 所以乖利率 季限的乖利率 是一个很好判断的准则 就是你借鉴的乖利率太大 你可以跟过去的一段时间来比 过去两三年来比 三四年来比 你看伪创广达这些 音业达这些技嘉 过去的乖利率从来没有那么大的 甚至十年来都没有那么大的 可见他的 这个乖利的程度已经太大了 所以就很容易受到 这个消息面的影响 好 那我们说 除了用简单的 季限的乖利率的判断 我们可不可以避免说像创意这样子 逃过一劫 当然有的 譬如说我们来看这个创意的 他的K线图 创意K线图 我们他在2015创新高的那一天 创新天 创新天价的那一天 来到2015年 来到2015元那一天的股价 他是开高收低 我们可以看这个K线的形态 他的K线形态是一个很长的上影线 然后下面短短的一个实体 所以这很长的上影线 看起来就像是天上的流星 所以在这个K线理论里 就是把这种K线形态叫做流星 所以他前后后一根又是黑K线 那这样子就形成一个K 流星的反转形态 流星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看到流星的时候 不是都赶快抓住流星的尾巴 赶快许愿对不对 所以流星表示稍纵即逝 表示说这个行情不会持久 那意思就是创意他创新高 来到了2015元 这么高的价位 所以没办法持久 所以这个就提醒我们说 这个有问题 这个股价虽然创新高 但是拉回这个形成流星 可能这个股价就会反转 这个K线的反转形态 至少会延续5天到8天 影响的势力范围会这么长 万一如果5到8天过后以后 又有什么利空 那会形成了更大的跌幅 所以至少就是5到8天 所以创意他这根流星形成以后 那到这个跌停之前 只有3天而已 所以我们这段时间 我们就可以避免 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流星 我们就想说糟糕了 这可能是应该要出场 另外我们可以看 我们可以看创意的股价 创意的股价由这边创新高 创新高 但是他的月乖离率 月乖离率是没有办法创新高的 也就是说他的指标跟他的 跟他的股价是产生了背离 高档背离就是股价有拉回的压力 这个是月乖离率 另外我们如果说 我们如果 我们如果看另外一个指标 大家最常用的这个RSI 大家最常用RSI 创意的股价创新高 但是他的RSI的指标没有创 没有办法创新高 也是一样 这也是股价跟这个指标形成的背离 高涨背离 所以这个也就是应该要出场的时候 所以那有些投资人说说 这没有用了 你现在已经马后炮了 但是你不是只有做这一次而已 你的股票不是只有做到今天而已 对不对 你未来还有好多好多次的交易 非常非常多 几千次几万次的交易 所以你这次学起来以后 你以后一定可以派上用场 以后你一定可以趋吉避凶 所以创意这个股价创新高 技术指标没有办法创新高 所以你这个一定要记起来 这个就是一个高档背离 高档背离就是股价要跌的一个征兆 所以我们事先就可以把股票出掉 这是创意 另外我们来看其他的 这几支乖率比较大的股票 我们也可以发现 他们有类似的情形 那譬如说华星光 华星光的股价创新高 但是它的技术指标 RSI没办法创新高 所以就是股价跟技术指标产生背离 跟RSI产生背离 股价跟月乖率产生背离 所以这个都会造成它股价的回档 造成股价回档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高档 屈极必凶 你如果学会这个招式的话 你就有办法避免高档套牢 另外伪创 这也是一样 伪创它也是股价创新高 但是它的这个乖率率 或者我们把RSI打出来的话 都是一样 指标都没办法创新高 所以这个就形成了股价跟指标的背离 所以股价就容易拉回 就容易回档修正 那这个是伪创 然后广达也是有类似的情形 广达股价创新高 但是指标没有创新高 所以这表示说 它的股价应该要拉回修正了 所以如果说投资人你学会了这个判断的方法 判断这个头部 短线头部的方法 你就可以避免这场灾难 那就是说你手上有广达为创的这些股票的投资人 你就可以避免股价的下跌 那其他的 其他还有很多很多的判断的方法 那这个是最普通最好用的方法 其他方法 我们未来会陆陆续续来教大家 你要怎么判断 一只股票 它的股价已经来到了高档 很有可能就会拉回修正 未来我们会再陆续教大家有很多的方法 那这个是 我们讲这个股价创新高跟RSI产生背离 还有跟这个月乖离率产生背离 那就是今天就教大家这些 好 再来 你说股价即使就是说 即使这个其他股票都跌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好的股票表现得非常图图 譬如说我们宏康 宏康这个是做检测的 检测分析问题的 分析IC设计半导体制成的问题 他有问题的话 宏康他就可以把他抓出来除错 所以说他的业绩 他是经济好的时候 他的业绩也会好 经济不好的时候他也不会衰退 因为经济不好的时候 IC设计公司他们仍然要做研发 然后所以说仍然会有一些除错 IC设计的除错要做 所以宏康他的股价 他的这个营收 6月份的营收在7月7号公布的时候 创了历史新高 所以我们在那时候提醒大家 创历史新高表示说 他的这个营收仍然后来 以后仍然会有持续不断好的表现出来 所以果真他的股价 这整理了一下子 就马上拉出了三根这个红K线 所以今天又拉出掌停板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半导体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伙伴 就不管是IC设计或半导体 除错的部分 那都需要用到宏康他的这个产品 他的他的解决方案 好 那所以说这个宏康他未来 这个股价仍然持续可以注意 好 再来这个我们讲这个训练 训练是我们前几天有跟大家讲的 训练前几天有跟大家 他是这个做数位影音软体 还有多媒体串流的一个公司 这个他表现的很好 研发销售 那我们这档股票 事实上我们这档股票已经跟大家 讲的非常久了 6月初的时候就跟大家讲 但是6月初的时候 他那时候还没有正式发动 所以目前看来这个量 这个量有出来 感觉目前现在感觉是要动了 那今天又涨了8块8块 涨了8块多 所以表现的相当不错 那训练这支股票可以持续注意 好 那再来我们看这个四季钢 四季钢就是我们持续不断的在推荐的 这支股票 那那个因为他的业绩 之前受新冠肺炎的影响 所以会耽误到 那新冠肺炎和缓以后 所以他们业绩会持续大幅的成长 他们是做风力发电的水下的 这个鋼结构的基础 那子公是在做风力发电的这个夜扇 所以整个都可以做 他们业绩未来会持续的成长 大幅的成长 所以股价会随着这个业绩持续的走高 这档是一个中长期可以布局的一支股票 好 再来我们看这支股票是光宝科 光宝科他的这个 他是做电源供应器的 那因为他做电源供应器 他是做以前是他的产品并没有很好 并没有很高阶 但是后来辉达到台湾来 要跟这个电源供应器的厂商来询问 说要做客制化的这个电源供应器 那时候光宝科他就抓住机会 赶快派人到 到美国去跟辉达一起合作 结果就研发出来高阶的电源供应器 这个AI伺服器的电源供应器 他的这个福特 几乎是传统的大概5倍那么高 而且他的变压瞬间的电流要很大 他要克服这种情形 光宝科就经过好几年 这个经过5年的打磨 磨出来的他的这个高阶的电源供应器 那他高阶电源供应器做出来以后 现在是变成微软的独家的供应商 微软独家供应商 所以他第二季的时候 他第二季的时候 他的毛利率来到了23.3% 那几乎这个大家都大为吃惊了 哇怎么那么高 毛利率很少有高 这个毛利率创了历史新高 因为以前光宝科他做的产品 就是一个没有那么高阶的 所以他的毛利率很低 但是今年第二季创了历史新高 那未来的话 因为他们很多的高阶产品 云端 车用 5G 电动车的这些 这些高端的产品 用的这个电源供应器 都会让他们的毛利率会提升 营业率提升 还有净利率也会提升 所以光宝科这支股票 如果因为昨天收了一根长黑 那这根长黑如果说他有办法克服这根长黑的话 未来的股价持续的可以注意 那未来股价 只要只要突破了那根长黑的这个高点以后 甚至只要站上了长黑的这个三分之二以上 就可以说他未来的表现应该会持续很好 好 那再来我们再看这个林阳 林阳这个我们昨天推荐了 但是因为今天受到了隔日冲的这个影响 隔日冲把他这个卖下来 所以他今天的股价表现的不好 那就是车用晶片 他是用车用晶片产品的整合平台 然后他也用这个 运算力结合周边的这个AI的这个晶片解决方案 那所以他也是一个潜在的AI股 他是个非常低档 低价的AI的概念股 那现在整理一段时间了 就准备要突破 那如果说昨天突破失效的话 那就可能还要再拉回再继续整理 不过这未来他的股价绝对是不寂寞的 那整理完了以后应该会持续往上 好那益龙店他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受到这个 隔日冲的影响 今天也被卖下来 那他也是有做AI的这个晶片 那这个目前就呈现了横向整理 呈现了横向整理 所以未来整理完毕以后仍然有高价可以期待 好那我们再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说如果说你发现了一档股票 他的这个现行不错 这个好像很强势的样子 隔天你想要买进的时候 隔天想要买进的时候 这时候隔天开盘以后 你稍微要等一下 一定要等到9点15分之后 你要确认他这次股票没有遭受到 隔日冲的攻击 要不然的话我们举例像中壘 昨天很强 但是今天一开盘也不错 但一开盘以后隔日冲的卖牙就在那边等 我们看到这边 这边有一开盘就有1000多张的股价 挂在那边准备卖出 所以这个股价受到这个影响 一开盘就是特定的卖压 然后结果又持续不断的卖出来 结果股价就在9点15分之前 就开始陆陆续下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主力进出表 主力进出表就看到有特定的隔日冲的大户 进来搅局 所以你也是一样 你要查一查看他有没有隔日冲的大户 前一天买进 如果有的话隔天要买这支股票就要小心一点 很可能就会遭受他们的攻击 那股价可能受不了就会顺势的 主力又顺势让这个股价下跌 那另外这个细微也是一样 细微也是一样 他的我们可以看 他的这个股价本来是开盘的时候 还在开平盘以上 结果一下子就被隔日冲杀下来 杀下来以后就走弱了 整个股价就走弱了 就没有那个 没有预赠乏力 所以就持续走低 那另外这个辛勤 辛云 辛云也是一样 那昨天也是表现的不错 但是今天也是一样是在9点15分之前 有这个特定的隔日冲的大户 把他卖出来 把他卖出来 所以他的股价9点15分以后就一路狂杀 这个就是因为一般的投资人看到说 他的开盘的时候表现不好 所以跟着卖出 越来越多人跟着卖出 结果股价就跟着杀下来 所以如果说隔日冲的卖压出来以后 这只股票通常都会造成一个什么 造成一个空头吞噬 如果是一个空头吞噬的K线形态以后 那这只股票就要整理 整理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以后 才会有这个表现 所以想要买股票的时候 9点15分之前要停 停看厅 那如果说没有实行的时候 才适的才比较适合买进 那我们选择股票 我们跟大家 我们从以前一路以来 介绍很多好的股票给大家 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是从基本面选择好的股票 技术面挑对进场时机 基本面选择很多股票 我们都把它放在一个投资池 就是一个投资组合里面 然后这些题材陆陆续发酵以后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操作三部曲 才发酵以后 我们才会适机介入这只股票 然后折好股挑对时 这个就是我们获利的保证 也不能说保证 就是你可以获得比较大的 比较高的利润 比较高的报酬率 那就是我们操作的方法 那这个就是兼具的基本面 跟技术面 那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 一个操盘的方法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并请将影片分享给你说 想学习投资的朋友 我是古博士袁仲林 请你每天锁定要你股掌 我们明天见拜拜 本公司已望着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险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审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烦死 每次下班前 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分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那时地则房产业 理财周刊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周刊 让你赚进第二分薪水